視頻中這一幕是1月25號19點左右 發生在哈爾濱市刀外區大友房街與紅尾路交口 起火現場濃煙滾滾 並伴有明火 同時將旁邊一輛相視貨車引燃 接到報警後 公安 消防等部門趕往現場組織救援 很快 現場明火被撲滅 1月26號 記者也來到當時的起火位置 昨天咋著的 放花的 放花的 本來那個垃圾吹著的 我看車吹著了 那垃圾不得吹上了 有沒有人鬥上了 那沒有 取車來得很快 在現場可以看到 一輛相視貨車的一側已經被火燒黑 在車輛旁邊還殘留著一些燒焦後的物品 同時 超市大門及窗戶空調被燒毀 樓上的居民樓也被濃煙熏黑 我不知道 這個車頭門口放零 都出來了 你說你考慮現在有幾個箱口放什麼煙呢 附近商戶說 昨晚有人在路旁燃放煙花 煙花倒了 將超市門前堆放的塑料框和紙殼點燃 引起的火災